大家知道阿冬是煮东西的 他现在也是靠买鲍鱼卫生的 大家真的要踊跃 这一阵子可能少上来 要吃的人就吃了 我问那些人拿这瓶回来 10个都说好吃的 就是给面子你 真的好吃的 但是多数是给面子你 我要问他们 你们不要给面子我 你要正式反应 因为我作为一个售卖者 如果这些东西得不到好评 我要反应他们认为要改善 但是他们都说行 很美味 如果很好吃的话记住 鲍鱼其实到今天也是 经常有人上来说 有没有鲍鱼有没有押切 没有的 是要订责 因为我们没有落房夫妻 是即做的 家庭式 OK 比如说我想吃 你预计了中年之 每个星期二、五就会离货 你不用说我没有空 我星期四才离货 如果你星期四才有空 那你当然要订星期二那批 其实放一两天是没问题的 雪櫃 比如说我星期六才有空 那你便订星期五那批 是吧 98元就是一盒鸭舌 388元就是四个 这一期很大 很大 南非鲍鱼 因为我不会公本 做好一点 是 OK 第三个东西 大家也要like 冬季私房赛国的Fans Page 其实我有盆菜出的 是 我亦都可以订八人以上 可以订一会 阿东阿阿正说这些盆菜好吃 我又没有吃过 因为我认为任何盆菜都不好吃 我的盆菜 八岁八十岁的 连明 不能说中学名字 九龙的一间很出名的名字 名字 中学的校长 他是我以前的阿sir 他都订了几次了 他妈妈很喜欢吃的 怪了那个味 刚刚中秋他也有顶 有什么味道 出汁一斤粉 当然不是 我是原汁熬出来的 如何是原汁熬出来的 我的盆菜里面 底汁是储后蓝鱼 只是两种 没有更多的味道 储后蓝鱼 蓝肉的味 就是炖蓝肉的味 然后另外那个汁就是鲍鱼冬菇鱼 炖出来的蠔黄味 把两个味混合 全部是自然的食材 是食材的味 我没有说再加盐 鸡粉真的不需要 所以每次吃完之后 不太饿了 因为你外面吃的那些盆菜 全部是按钩垃圾 你问我 我没有吃过一盆盆菜 是比自己好吃的 我真的是压惨的 没有吃过一盆 因为我里面有最新鲜的材料 这样煮出来的 好 盆菜是否可以订责呢 盆菜有 现在随时都有 但现在没有金蠔 就是出大致 你下次要做这些东西 你要先做一张照片 给别人看我吃饭 所以大家赞我的 冬季私房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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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这样的 不会赞错 应该不会赞错的 冬季私房菜 冬季私房菜 那里面多少钱呢 其实是贵一点的 一定的 家庭作业的贵的 大盆美食材 8人前8至12个都够吃的 有起码足两斤半的猪腩肉 这个是三二八八的 是贵的 另外一个比较便宜的版本 没有那么多名贵食材 没有那些一只只南非包 没有那些 出罐头包的都是二六八八的 包送货送到你家的 二六八八都是有八至十二人的 是的 都是八至十二人的 因为都是大盆 食材不同的 小人家只有四口 有小盆一半价钱 大概一千多元 我下星期希望可以研发麻辣猪脚筋 这盆比较不同 好 好 好 来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